柯文哲的講法就是說 他其實把錯全部都推到別人身上 都不是我柯文哲的錯 然後呢被罵到一個臭頭之後 他今天好像那個態度稍稍稍軟了 一咪咪一咪咪 那黃珊珊幫柯文哲講話護航 那當然啦 因為他們兩個人本來就綁的 這個你農我農 他們兩個人就是綁在一起 因為他們兩個人綁在一起 然後沒有按照SOP 然後明明就有政府失職 所以他們才會倒數第一名啊 所以黃珊珊切割不了 黃珊珊就是二十二名 他就是跟柯文哲一模一樣 好你剛剛主持人提到的 已經講到說 台北市的SOP是怎樣 六三二嘛 那六小時之前要通知車主 關閉作業三小時 全數關閉兩小時 然後啊沒辦法啊 這個又不是颱風 這個是這個極端氣候啊 群交雨而已啊 好那所以我們就看看 如果把時間壓縮起來 你市政府是不是真的 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去挽救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呢 剛剛正好拿出來的是 這個基隆河跟淡水河的不一樣嘛 然後呢想要榆木混珠 把淡水河套用到基隆河上 這個line截圖是台北市政府的 也就是說你要加台北市政府為朋友 你才會知道台北市的這些同事 因為像我都沒有收到啊 我就不曉得啊 你沒有加朋友 對 所以他們就講說他發了兩萬多則簡訊嗎 大家應該都有收到啊 這是今天柯文哲講的 所以柯文哲說 這是市民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誰叫你不加賣好友 誰叫你不加賣好友 你不能睡午覺喔 你不能睡午覺喔 他不可以去洗澡喔 我跟你講這個 手機不能沒電喔 你那台不能離開台北市 你這個洗澡或者是這個聊天都不影響 為什麼 因為你看這個台北市政府通知喔 他告訴你四點鐘要關水門囉 然後他是講基隆河沒錯 他幾點發的 四點四十一啦 也就是說他在四十一分鐘之後 蛤 你收到檢訊 而且你馬上你沒有洗澡 你沒有聊天 你馬上看到他一line你 你馬上知道的時候 他已經關四十一分鐘了 不是這是因為還好這十個人沒有事喔 如果他們有事的話真的歹子會短 他是通知你敢去看你的車子最後一面了 就是你可能看 你根本看不到你的車 因為他水門已經在四點的時候已經關了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尋車歧視就對了 要四十一方算即時行管 太誇張了 即時行管 對 他先關了之後再之後告訴你說 我跟你講我已經關了喔 你就算想救車 你也救不到你的車 好啦 那所以這個剛剛蘇培還有這個黃玉芬 都已經講了說不只是車耶 是人在裡面耶 那台北市政府給大家的說法是說 我就有廣播 我就有通知啊 你四點鐘關 你五點鐘通知人 就一樣嘛 你四點鐘關 四點四十一分叫人家去救車 四點鐘關 然後通知人家五點鐘 我已經關了 那他要怎麼逃喔 他要怎麼飛天遁地 他要長翅膀嗎 所以這是擺明了台北市政府的失職 然後他現在把所有的過錯通通都推了 這個一乾二淨 都是你們不信邪啦 你們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啦 這個台北市就依化了啊 幹嘛要人去那邊作秀 來台北市政府的防災SOP各級指揮官職責如項 指揮官 市長 他下面有一到六項指揮官應該要做的事情喔 包括了你要主持應變會議 然後你要做橫向的這些應變 其中的第四項是重大災情勘查 這是規定 什麼叫做作秀 規定SOP你就是要去現場 怎麼可以說去那邊作秀 我只是來這邊給你看看的 這也難怪啦 為什麼柯文哲會二十二名 他為什麼會這個憤怒值突然間的大爆炸 就是因為他這種毫不認錯死不認錯 然後沒有把沒有把人台北市民放在他施政的首位 這個是他自己的問題啊 因為柯文哲總之一定調 定調他說 我們市政府負責通知 人民要有責任負責移車的時候 柯文哲的網軍真的無所不在 他到處幫柯文哲洗白洗地說 對嘛阿伯都已經通知了 你自己不移車你要怪誰呢 這你自己沒有危機醫師啊 開始檢討被害的人 我要跟大家講 所有網軍都拿這個簡訊來幫柯文哲去洗白 這簡訊是說什麼呢 本市將於10月16號上午11點開始 開始關閉淡水河沿線包含什麼什麼什麼的 疏散門請車主盡速將車輛死離 所有人都說你看台北政府上午就告訴你說 要死離了11點要死離 11點要關門 你搞到下午4點你還不死離 你被淹是你活該嘛對不對 不過搞清楚觀眾朋友先記得 因為你們不見得是台北人 也不見得是雙北人 這個簡訊講的是什麼 是淡水河沿線的水門 可是問題是今天我們檢討什麼 是百寧橋 我們這邊台北地圖我幫他標好 淡水河在這邊 百寧橋在這邊 百寧橋叫什麼 叫做基隆河 這是很基本的嘛 我覺得最後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因為台北有四條表主要 淡水然後基隆大旱還有新電溪 好這四條河 每個人住的河旁邊都不一樣 我家門前有小河 你如果是百寧橋的居民 你停留在百寧橋周遭的停車場 你會認為你停留在 基隆河沿岸還淡水河沿岸 你聽說在基隆河沿岸嘛 所以你收到簡訊說 淡水河要關閉的時候 請問你會撤離嗎 不會 第二件事情 淡水河他有寫包含敦煌國順 大稻城育泉岩品 桂陽桂陵華江跟華翠蘇善美 有沒有講到百寧橋 沒有 沒有嘛 他什麼時候才講到淡水河的 他這樣講 你看他到這個時候 到下午3點55分 目前基隆河水位迅速上場 水利處已經啟動基隆河沿線 疏散門關閉 然後說什麼 4點要開始關門 所以簡單講 百寧橋的河 基隆河 什麼時候開始疏散 3點55分 發檢訊跟你講 4點要疏散 我覺得這件事就很清楚了 請問我就算收到這個簡訊 你還規定 大家不可以再睡覺 不可以再聊天 然後不可以上廁所 不可以再洗澡 要每天盯著簡訊 第一時間55分 我一收到我馬上看到 我也不敢去簽啊 剩5分鐘 我就算住在河堤的正對面 我下樓過馬路 讓河堤走下去 要不要3分鐘 我用跑的也要3分鐘 我2分鐘來得及 已嗎 來不及以後 那你水門就關起來了 對 我就變受災戶欸 我就可能活活淹死欸 我根本沒有給民眾反應的時間嘛 所以我跟你講 這叫政治的過失 這是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情 來 這個我特別找出來 你看這是百寧橋外的這個停車場 我特別講 台北市政府其實有河堤外的停車規範的 百寧橋外的停車場 他特別寫很清楚 本河堤堤堤外停車場 地勢較低 濃郁淹水 如果呢 基於 如果接貨通知後 請儘速死你車輛 如果呢 違者要依法代為脫掉遺制以及罰款4500塊 簡單講喔 台北市政府還有一個責任 你通知完之後 他要派人去看 看那些車子有沒有遺制 如果沒有遺制的話 台北市政府有責任把這件事情 車子脫掉掉了喔 然後罰4800塊喔 換句話說 當時設這個法律法目的是什麼 也很簡單 他們擔心如果沒有移車的話 大水淹進來 車子是不是會浮 會浮的話 會砸到水門 砸到水門 如果造成水門損壞的話 洪水是不是會衝到台北市區內 反而會造成更大的公共財產 才損 所以台北政府在這個時候 他在整個淹水上負兩個責任 第一個你要提前通知 通知的時間當然有說什麼 六三二什麼 我不苛責 因為我覺得六個小時通知太難 現在極端氣候 可是這個提前通知 至少在民眾感受上 要我來得及去移車嘛 不管是半個小時也好 四十分鐘也好嘛 絕對不是五分鐘通知 第二件事 通知完後你要派人去巡 車子沒有移 你吃得不有責任把車子拖走 就那麼簡單 結果有趣的事情是 柯文哲網軍把大家都當笨蛋 拿淡水河的移車通知 來護航基隆河上的百林橋 這公寓嗎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你沒有派人去巡 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我們剛剛講 不管是十個還是十二個人 有人會活活關在水門外面 你活活關在水門外面 這什麼事件 是在玩大逃殺嗎 河水一直暴漲 然後我叫天天不領 叫地地不應 打1999也沒有用 最後可能要靠議員 橫向聯繫 才有可能把水門打開 讓人出去 這是什麼爛政府啊